後面上可以看到凌晨2點多左右 三名嫌犯在瑞峰夜市一處攤位前 圍堵了一名疑似有債務糾紛的男子 三名二煞當街持手持木棍 還有高爾夫球桿 把男子給圍毆痛打 被害人在跑了近300公尺後 又被三名二煞給開車追上 準備將人強壓上車 全身是傷的被害人奮力抵抗 三名二煞明目張膽 再度的持棍棒來痛毆男子 還把人給推進車內 而男子想要拼命想要逃出車外 卻在車門外慘遭壓制 行凶的二煞不顧路人觀看 甚至還用腳猛踹被害的男子 整個路人暴力行凶過程 長達10分鐘之久 壓人過程也全被店家監視器給清除路下 那麼警方獲報之後 同時調派了兩個分局的警網前網圍捕 看見了這個掙脫的被害人衝過來求救 三名二煞見撞急忙把行凶的困棒丟在一旁 陰暗處準備駕車離去 警網立刻是衝傷包圍 隨其拔槍鶴令三嫌下車 最後順利把人給逮捕 這超誇張的辱人事件 就發生在知名的觀光夜市 被害人更是當街被圍毆痛倒 雖然警方及時攔截並逮捕三名二煞 但瑞峰夜市暴力事件頻傳 也成了高雄治安的地雷區